欢迎大家来到小学奥数举一反三四年级的课堂 我是宽宽老师 今天呢宽宽老师要和大家一起进入第十二周的学习 我们本周的主题呢是简单列举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的知识导航 有些题目呢因为他所求的答案有很多种 而且如果直接解答的话呢会比较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采用一一列举的方法来进行解答 也就是说把每一种答案或者说每一个结果都把它列举出来写出来 那么其实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一一列举 也就是把答案一种一种的列举出来 其实比你想要想尽方法去找一个算式 或者是找一种方法去进行解答要容易的多 那么这种根据题目的要求通过一一列举各种情况 最终达到解答整个问题的方法呢就叫做 列举法 那么我们本周呢来学习简单的列举 那么也就是说一些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其实大家都能够做得出来的 或者说一一列举出结果的题目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的王牌例题 从南通到上海有两条路可走 从上海到南京有三条路可走 现在王叔叔要从南通经过上海到南京有几种走法呢 我简单来画一下我们来看南通 从南通到上海 来从南通到上海有几条路可走 两条路可走 那么我就随便画一下了 第一条第二条 从上海到南京有三条路可走 那么我也简单画一下 这三条 为了做区别 我直接标为三四五了 一共这五条路 现在王叔叔要从南通经过上海 再到南京问几种走法 遇到这种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很多同学可能比较擅长 我直接写出来就可以了呀 或者我直接说出来 对吧 很少有同学会想 我要去找一种方法 我要去找一种式字 我要来列出式字求解 其实很少的 对吧 所以说其实很多题目 我们是可以采用一一列举 或者是简单列举的方法 来进行解答的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王叔叔从南通出发 到上海 那么从南通出发到上海 我假设走第一条路 可以吧 来 走第一条路 接下来到了上海之后 我可以走哪条路呢 我可以走三 对吧 我还可以走四 我还可以走五 那么这是王叔叔的第一种走法 接下来看 假设从南通到上海 王叔叔走的是第二条路 好了 走第二条路到了上海了 那么从上海到南京 可以走哪几条路啊 我可以走三 也可以走四 我也可以走五 还有其他这种走法吗 没有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有几种走法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有六种走法 对吧 那么如果有的同学 非要列一个式字 也可以的 其实我们简单的列举中 也是可以列出来数学式字的 只不过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具体的分析之后 再进行列式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分析 首先从南通到上海 有几种走法呀 两种走法 来 这两种走法 一种是 一 先走一 一种是先走二 那么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先走一 还是先走二 到了上海以后 后面都会出现三个分叉 也就是三种走法 那么也就是说 即使你走一 后面有三种走法 你走二 也有三种走法 那么一共是几种啊 两个三 那么就是二乘以三 等于六种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 就可以了 那么就是我们这一道题目 是不是和大家的生活 非常的贴近 对吧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下举一反三部分的题目 第一题 小明从家到学校有三条路可走 从学校到少年宫有两条路可走 小明从家经过学校再到少年宫有几种走法和刚才的立体一样的呀 来我们把图画一画 来我们把图画一画 从家到学校 有三条路可走 有三条路可走 从学校到少年宫有两条路可走 问小明从家经过学校再到少年宫有几种走法 我们来看 从家到学校有几种走法 三种走法 那么这三种走法 我选其中一种走到学校之后 后面又有几种选择 两种选择 对吧 也就是说前面这三条路之后 每一条都有两种后续的选择 所以是 三乘以二等于六种 也是六种走法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案语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举一反三部分的立体二 从甲地到乙地有两条直达铁路 从乙地到丙地有四条直达公路 问从甲地到丙地有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来看 画一下 有个同学说 我直接从甲到丙 不好意思 没有直达的 你只能先经过乙 因为题目中就是这样讲的 对吧 你看从甲地到乙地两条 从乙地到丙地四条 有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从甲到丙有直达的呀 现在还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要想从甲地到丙地 必须要经过乙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从甲地到乙地 我有几种走法呀 有两条路吗 自然有两种走法了 对吧 然后这两种走法 我假设走的是这一条 到了乙之后 后面有几种走法 四种走法 对吧 那么我假设走这一条 到乙之后后面有几种走法 也是四种走法 也就是说我在甲和乙之间选择的 每一种后面都有四种走法 等着我选择 一共有几种四啊 两种四 所以2乘以4等于8 所以甲地到乙地 一共有八种不同的走法 写上完整的答案语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王牌例题2 用红黄蓝三种信号 等各一展 各一展哦 组成一种信号 可以组成多少种不同的信号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信号灯啊 一般是 哎 排排的 对吧 或者是上到下排 123排排 或者是左往右排 左中右 对吧 不可能说三个信号灯交叉在一起的 那可能反射不出什么信号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这三种颜色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它们的排列 顺序 我假设就是 横着排的 三个灯横着排排的 可以吗 来横着排 我喜欢红色 所以我让红色排在第一个 那么我后面可以是什么颜色呀 可以是黄色 那蓝色只能是最后了 对吧 那么还有什么情况 我还是红色排第一个 我后面不喜欢跟着黄色 我跟着蓝色可以吗 可以 来 跟着蓝色 那最后一个只能是黄色了 来 那红色排第一个还有其他情况吗 没有了 那么有的同学说 我让黄色排第一个 可以的 来 黄色排第一个 后面 红色 蓝色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还有的 来 黄色排第一个 也可以 蓝色第二个 红色第三个 有同学说 我让蓝色排第一个 也可以来 蓝色排第一个 第一种情况 后面可能是红和黄 那么也可能后面的顺序 调换一下 黄色或者是红色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 没有了 所以一共有几种 六种 那么如果列式怎么列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第一盏灯为例 来 第一盏灯有几种情况 要不然是红的 要不然是黄的 要不然是蓝的 所以是三种情况 然后来看一下 当第一盏灯固定住以后 后面两盏灯 有几种情况 一共有几种情况 两种 要不然是黄蓝 要不然是蓝黄 以这个为例 对吧 所以说 后面的 灯的排序 有两种情况 一共就是三乘以二 等于六种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举一反三 巩固练习题 第一题 甲乙饼三个同学 排成一排 有几种不同的排法 这个和我们刚才的信号灯 好像是一个道理 对吧 我就举一个例子了 我让甲做排头 我让甲做排头 后面可能是乙和饼跟着 还可能是饼和乙这样的顺序干着 对吧 我只以甲做排头为例 那么 来 排头可能是谁 可能是甲 可能是乙 可能是饼 所以有三种情况 但是 在每个排头 确定之后 后面的两位同学 排列 有几种情况 后面只是两位同学吗 排列只有两种情况了 你先或者是我先 对吧 所以六种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看一下例题二 小红有三件不同颜色的上衣 四条不同颜色的裙子 问他共有多少种不同的穿法 那么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怎么来进行搭配 有同学说 那我就从上往下搭配吧 我先穿上衣 上衣 三件不同颜色的上衣 所以我有几种选择 三种选择 对吧 那么 我只要固定住一件上衣 比如说我今天穿白色的上衣 那么我的裙子可以搭什么颜色 四条不同颜色的裙子 我是不是都可以搭呀 对吧 那么 我穿红色的上衣 那么裙子我可以搭几种 也是四种 我穿黄色的上衣 裙子也可以搭四种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我穿什么颜色的上衣 我的裙子都有四种选择 所以是三乘以四等于十二种 那么有同学说 想检验一下也可以的 怎么检验呢 来告诉你这种方法 三种不同颜色的上衣 我可以设为ABC 三种颜色 四种不同颜色的裙子 我可以设一二三四 四种颜色的裙子 那么你来列举搭配一下 比如说A A可以搭1 对吧 A也可以搭2 A也可以搭3 A也可以搭4 那么B 同样 B可以搭1 B可以搭2 B可以搭3 B可以搭4 同样的 C可以搭1 可以搭2 可以搭3 可以搭4 你数一数 是不是正好是十二种啊 那么你来看一下 当我们选择A种颜色的上衣时 有四种 选择B种颜色上衣时 有四种 选择C种颜色的上衣时 有四种 所以说 一件上衣 有四种不同的裙子 可选择 一共有几件上衣 三件 所以是3乘4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道题目 用红黄蓝紫 四种彩笔图 下面四个圆圈 而且四个圆圈 颜色都不一样 共有几种图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从第一个开始图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一个开始图 那么第一个圆圈 我们可能有几种图法呀 可能图红色 可能图黄色 可能图蓝色 也可能图紫色 对吧 所以第一个圆圈是有四种图法 对吧 但是我假设 我第一个圆圈先图了红色 那么第二个圆圈就有几种图法了呀 那么第二个圆圈 要不然就图黄色 要不然就图蓝色 要不然就图紫色 所以第二个圆圈有几种啊 三种 对吧 再乘以三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 如果第一个圆圈是红色 第二个圆圈图黄色固定住了 那第三个圆圈图什么颜色呀 红色和黄色都图完了 那要不然第三个圆圈就图蓝色 或者是紫色对吧 所以有几种图法 有两种图法 再乘以二 好 最后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圆圈有几种图法 如果第一个圆圈是红色固定了 第二个圆圈是黄色固定了 第三个圆圈是蓝色固定了 那么最后一个圆圈只可能图什么了 紫色了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前面三种颜色都固定了 最后一个剩下什么 就只能选什么了 所以再乘以一 来等于 四乘以三是十二 十二乘以二乘以一等于24种 所以我们用四种彩笔图这样的四个圆圈 使每个圆圈颜色都不一样 一共是有24种图法 那么这也是我们简单列举的一种 小的归纳和总结 对吧